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常常会面对许多的考验 但是我们知道你却与我们同在 你却带领着我们 帮助我们有个正确的 在这个试验跟考验的当中的一个价值观 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胜过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那有时候我们会问说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是不是非要经过考验才能够成长呢 其实当我们这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学生 一位学生在问老师 他说老师啊 老师 我们非要考试吗 做学生的 你们每个人都做过学生 老师为什么我们要考试 为什么我们要考试 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 老师不考试不可以吗 那很多时候呢 其实考试呢 老师可能会回答你说 诶 考试的方法可以改变 可能你说 哦 不要背书 我们来选这题 来ABC都可以 但是呢 考试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呢 方法可以改变 考试是不可以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考试能够帮助一个学生 能够了解他在那个时期 透过考试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当中知道 他到底学了什么 他的程度到哪里 他是否在那个学期 他所学的东西都有听进去 都有了解 都有明白 那在我们的生命的情况也是一样 上帝往往把我们放在许多的考验的当中 为什么 因为他要帮助你 也给你知道 你到底的属灵生命 你的属灵的程度到哪里 到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需要经过 试验 试试 需要经过考验 而经过这考验呢 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所谓的小目的 一个是最大的目的 所以比方小朋友 每个学期老师会有给他们小考 通常我们小考的我们叫做测验 我们叫测验 大考我们才叫的考试和大考 所以在这个小考当中 其实呢它有一个目的 它就是帮助你预备 来面对年重的大考 所以这些form 1 初中1 初中2 初中3 form 1 form 2 form 2的学生 老师就开始预备他们 在form 3的时候有个大考 所以很多学生说 哇 今年我是form 4 honeymoon month honeymoon year 蜜月年 我告诉你不是蜜月年 不是蜜月年 乃是继续的帮助你预备好 在form 5的时候考的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 生命也是一样 上帝让你每一天有一些的考验 每一天有一些的试验 他主要呢 预备你有一个更大的考验 那我们慢慢的一起来看 第一 生命为什么要经过考验跟试验呢 而这试验的过程 到底上帝要达到什么 就如刚才我们读的 彼得前书第1章6到7节 他说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教你们什么呢 一起来读 教你们的信心疾备 试验 它的意思是说 让你的信心得到考验 今天我问你你有信心吗 你说有 我再问另外一个人 姐妹你有信心吗 来我现在我问你 你回答我 你有信心吗 有没有啊 姐妹你有信心吗 你一定说有 但是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几分 你的信心几分 弟兄你有信心吗 汉爹你有信心吗 四回姐妹你有信心吗 是 你肯定说有 但是几分呢 到什么程度呢 你的信心是大呢 小呢 中等呢 你根本不知道 但是呢 上帝却用 这个火的考验 来考验我们 所以他说 旧比那被火失业的 仍然能够的镜子 更显回宝贵 神有时候 会借助一些的环境 会借助一些的处境 来考验输与他的人 然后呢 他考验他们 测验他们 对上帝怎么样呢 是否对上帝 有没有信心 所以有时候你说 主啊 请你给我信心 你有没有做这样的祷告 主啊给我信心 主啊给我 大有能力的信心 那上帝讲 你要大有能力信心吗 今天早上 把你最大张的草票奉献 哇 因为你祷告要有信心啊 所以上帝感动你 这样做 或者说 你有信心吗 你祷告 主啊我要有信心 帮助我有信心 上帝说 哎 教会要有健堂了 把你那最漂亮的车卖掉 奉献给教会 哇 哇 那就看你真的有信心吗 当然上帝有时候不会这么做 他会有他的方式 所以不用怕 上帝不会叫你的车卖掉 OK 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讲到亚伯拉罕 献以撒的这个例子 就记载在 创世纪22章1到14节 那创世纪我们稍微翻开一下 创世纪呢 第二十二章的十二节 那对当时的亚伯拉罕来讲 上帝说 把你的儿子 听清楚哦 儿子 不是很多的 他不是有很多的儿子 他只有一位的儿子 而且是他向神求啊求啊求啊 结果到最后得到的爱子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一直结婚了十年二十年没有孩子 不然间呢生了一个儿子 真的是宝贵的儿子 那你感谢神 哦主啊感谢你 我们结婚二十年没有孩子 最终给我们的一个孩子 结果孩子长大之后 上帝说 上帝没有像亚伯拉罕这样 上帝说 奉献给我 做牧师 上帝啊 什么师都可以啦 工程师可以 医师可以 律师可以 牧师不要 那当时的时候 亚伯拉罕 他觉得很纳闷 上帝 上帝你不是给了我 为什么要拿去呢 虽然亚伯拉罕不能够明白 但是他却相信一件事情 他知道上帝绝对不会害他 上帝一定有一些的用意 但是可能他不明白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你的生命经过一些考验 你不要尝试去明白 因为你绝对不会明白的 请听听说 你绝对不会明白 因为上帝的忆怜 比我们的忆怜更高 你绝对不会明白 但是你只要明白一样东西是 上帝绝不会害你 跟隔壁人说 上帝绝不会害你 上帝不会害你的 而且他要祝福你 奇怪一下 为什么把我儿子献上 还要祝福我吗 那后来你看 当亚伯拉罕 那当你去研究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 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说 把你的孩子以撒献给我的时候 不是说哦 是的 这么容易的 第一 他这一关过了 他还要过他太太那一关 可以吗 如果 老婆 上帝感动我 就跟我讲 把孩子献给他 不可以 不可以 他要过他太太那一关 所以 可能 真的不容易 然后接下来 你要想想 亚伯拉罕他要管家 他要用人 我相信这个孩子都很可爱 所以他要把这孩子 带去山上 去献给死的时候 他带一个仆人 而且 他也没有告诉他仆人 仆人啊仆人 上帝叫我把孩子献上 我相信他的仆人也不肯 所以他把他的仆人 留在山下 他 他仆人也不知道 到底他敢 因为他 不要说 当他要献他儿子的仆人 讲 主人啊 主人啊 不要献你的孩子 给神啊 他不要有任何东西的拦阻 既然上帝 你叫我献上 我就 不要有任何的留恋 虽然我不明白 我仍然要去信靠 结果什么样呢 你发现 第二十二章的十二节说 天使说 他要拿起这个刀来 这样子图 要把以撒 杀了 献给神的时候 天使之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 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 不给我 这段经文非常美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 哇 上帝要我们的东西啊 上帝为什么你要我的时间 上帝为什么你要我的金钱 上帝为什么你要我这一切 我的财案一切 其实上帝不需要的 上帝为什么要 其实他就是要考验你 看看你是否敬畏他 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 当你顺服神献给死的时候 上帝呢 在后面又祝福给你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 有时候 做父母的也是这样 我记得是小朋友 那些做父母的 就逗他的孩子 孩子孩子 你有两粒糖 给爸爸一粒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这一粒我吃的 等下我要留住 我要再吃 给爸爸啦 然后呢 就这边闹闹 OK啦 好了好了好了 给你啦 然后要给爸爸的时候 爸爸不要 爸爸是要看你乖不乖 爸爸已经买了一大包给你 来给你 哎哟 哇哇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 上帝试验亚伯拉罕 就是要看亚伯拉罕的信心 到底到哪里 所以每一次有考验 临到我们的时候 你当然觉得不好受 你考验的时候好受吗 真的不好受 很不好受 但是呢 这些考验 都是暂时的 而每一次的考验 之后 我们的信心 就更加的坚强起来 而且更成熟 而且我们的信心 更合格 所以 你会发现说 当考验来的时候 不要害怕 所以难怪 彼得全书 第一章第六节说 因此你们 是大有喜乐的 我们也看到许多的 这个门徒 耶稣的门徒说 当考验来的时候 你们要大有喜乐 像保罗这样 为了服役人固 被抓到见老去 他还告诉你 你们要常常喜乐 你可以想象吗 当一个人面对问题的时候 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还要告诉你 你要常常喜乐 你可以想象 你去医院去探访了的时候 你是一个强壮的人 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然后呢 一个躺在医院那边 已经半死 要半死要死的人 在那边躺着 哎弟兄 你要常常喜乐 我觉得很奇怪 应该我跟你讲 你要常常喜乐 反而你跟我讲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 他知道 他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 他知道每一次 任何东西的经过 其实上帝 正在考验他 让他可以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成熟 好 第二 为什么我们必须 要经过这些考验呢 第二 当我们经过这些考验的时候 我们的属灵生命呢 就有一种一个的测验 就是说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呢 经过一种的测验 而这个是小测验 那我们看一下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第四节 他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誓愿他们 尊不尊我的法度 英文说 It's the way I will test them 就是上帝要透过这些东西 来给他们一个测验 看你到底 你的属灵生命告哪个段 所以我们的生命途中 当我们走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你一定会 有一些的测验 第一学期有第一学期的测验 第二学期有第二学期的测验 所以每一次你到一个生命的一个 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有时候你发现 你刚刚信主的时候 哇你祷告哦 祷告很快上帝就听了 哦主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不然间 诶 祷告又英语了 但是你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有时你祷告好像 上帝不懂跑去哪里了 上帝好像不懂跑去妈妈当喝茶了 怎么跟他祷告他听不到的 上帝你到底去了哪里 其实上帝不是去了哪里 上帝还在 但是上帝就是要来考验你 看你在这段时间 你还会不会继续的求告他 还会不会继续的来信靠他 所以透过这种的考试 看看我们的生命的功课 在这功课当中学习 到底我们学到什么 有一次呢 有一个赵永记牧师的会友就问他 赵牧师啊为什么你每一次 每个礼拜都讲同样的道呢 上个礼拜不是这样讲 这个礼拜我还以为有新的信心 这个礼拜有讲上个礼拜的道 他讲你学会了吗 他本来回答 因为他没有学会 你没有学会 我再讲再讲再讲 讲到你学会为止 所以弟兄姐妹 下个礼拜我又讲同样的道 可以吗 后个礼拜又讲同样的道 可以吗 直到你学会为止 所以有时候 上帝就是要考验我们 你不会再让你学 今年不会吗 明年再来 这个空格不会吗 明年再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哇我在这里哦 我不可以承受了 我要换另外一个教会 你换另外一个教会 只是换教会而已嘛 神就没有换的 神还是同样的神 祂还是要考验你 教会可以换 但是神换不了 地方可以换 神换不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上帝就是要考验我们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主啊 我要心靠舒服 你要怎么样考验我 我就被你来考验 所以弟兄姐妹 考上帝的这个词验 主要是让我们知道 不是让上帝知道 我们到底有多少分 上帝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 你现在到这里了 你应该进步 你的信息沉住到这里 你信息沉住到那里 所以你应该进步 第三 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些生命的考验呢 第三就是使我们的属灵生命 更有精纯度 更有pure refine 上帝让我们透过这些考验 让我们生命更加的纯洁 比较前书一章的七节 刚才已经说了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誓愿 就比那被火誓愿 仍然能坏的镜子 更显为宝贵 所以 英文这里说 上帝就是要考验你 看你的这个信心 是否是真纯的 当你们买金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 这个金是不是纯金啊 还是假的金啊 那纯的金 我们每个人就喜欢纯的金 更何况我们的神 上帝要的 就是一个纯洁的生命 所以 当你还没有被纯洁的时候 上帝就是要考验你 那你经过火 上个礼拜我讲了 我们生命要经过火 所以这些考验提示呢 我们要了解一点 第六节有说 这些实验是暂时的 弟兄姐妹 你最近有没有面对一些的考验呢 上帝透过人 当你祷告说 主啊给我爱心的时候 上帝就偏偏把一个 你最不喜欢的人 成为你的同事 就坐在你旁边 然后呢 老板讲 你这个同事呢 从今天开始 要跟着你学习东西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 他有什么不明白 他就会问你 主啊为什么 好选不选 选一个这样的人来 那你不是祷告说 要给予你爱吗 上帝就给你一个 你不能够爱的人 放在你旁边 让你学习去爱他 如果你可以爱的人 你就不用考验了 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 主啊给我耐心 上帝就给你看到一些东西 你很满涨的 你不可以 你没有耐心的 那上帝就是要考验你 所以弟兄姐妹 每一次我们经过 这些考验的时候 你要了解这件事情 这个都是暂时的 而每一次我们的 经过这考验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 就像黄金 被考验一样 每一次你的生命 被考验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就更加的进步 你的生命会更加的 跨进一步 所以每当教会 被上帝来 用火来考验的时候 你发现 这个教会更加的 爱主了 这个教会更加的 同心合一了 当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 不能够同心的时候 大家有大家的看见 大家有大家的意见的时候 不要害怕 不要紧张 是因为上帝要帮助你 更加合一 给你看到说 在这方面 你们不能够合一 所以我要考验你 让你们可以更加的合一 看到我们的弱点在哪里 我们更加的进步 所以就是像 黄金被考验之后 这些渣子 就慢慢的被挑走 被挑走 而这些渣子被挑走的时候 就使到我们属灵的信心 变得很像一个 纯金般的 这个金金般的纯一样 我们更有 genuineness 更加的是 很纯的 所以 叶伯记 二十三章的十节 他说 然而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是念我之后 我必如 金金 上帝考验我们之后 今天我们就变成 Pure Goal 我们变成纯金了 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 那 纯金很昂贵的 对不对 纯金比那些 那些没有这么纯的金 会比较贵 所以你问隔壁的人一下 你是不是纯金啊 上帝要考验我们 上帝要考验我们 使我们成为更纯的金 那 刚才我们看到 上方面 这些上方面都是 小考试 哇 小考试 还没有大考 小考 是学习考 上帝要考验你的信心 上帝要考验你 让你成为更纯金 上帝要使你的属灵 生命更加的成长 这个是 在一个基督徒 成长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的 弟兄姐妹 一定会有的 你不要说 做了基督徒 哈利路亚 感谢扎美主 南路易耶稣 什么搞定了 全部一帆风式 没有这一回事的 告诉你 有时候你发现 你信了耶稣 好像更麻烦 对吗 有时候很多人 你传福音的时候 不要跟人家讲 信了耶稣 一切都很好 等下他面对问题 你不是讲信耶稣很好 很多时候 信了耶稣 有时候更麻烦 但是这个麻烦 是什么麻烦呢 是好的麻烦 因为他帮助你这个人 更加成长 更加的被炼金 更加炼金 好 这些都是小考试 那更重要的就是 这些生命经过这些考验之后 它有一个 Ultimate purpose 它有一个大目的 它有一个最终的目的 什么最终的目的呢 那经过考验之后 所带来的结果 就是使我们 有一个 深洁的生命 为什么上帝 一直要我们 成为圣洁 就像刚才那首诗歌 你是圣洁 上帝你是圣洁 你的事呢 为什么你要叫我圣洁 上帝有一个目的的 上帝有一个目的的 那因为有一天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 将会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跟我 我们一定会来到 这位上帝的面前 而且我们的神 他是一位圣洁的神 而彼得前书一章十五件 已经提醒我们了 他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人 人 如果没有圣洁 就不能够见到我们的神 所以 如果我们的生命 没有被上帝来磨练 成为圣洁的人 有一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是站立不住的 你没有办法站立得住 这应做我们的属灵生命 上帝必须安排 洗几多多的东西 透过环境 透过人 透过每一天你生活上的 小小大大小小的细节 来考验你 来试验你 用火一般来考验你 让你有一天 可以更加的成长 成熟成型 让你能够成为一个 合格的基督徒 以至有一天你遇见神的时候 你就不会害怕 怎么样说呢 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来看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责 黯然见主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黯然见主 当讲到黯然见主的时候 换句话说 有一些人见到主 他不安然 有两组的 一种人来到神的面前 很害怕 一种人来到主的面前 他很安然 他很平安 你是哪一种人呢 有一天耶稣 你要见耶稣的时候 你是战战净净的 还是感谢主的 还是很害怕的 当小朋友听到说 班长说 小明 班主人叫你 班主人叫我 一定是我空格做不好 还是我的作业没有做完 但是如果你是用过了 小明 班主人叫你 班主人今天叫我 哇 这个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你不怕 因为你真的有做到 你要做的东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既盼望这些字 就当殷勤 当殷勤 make every effort 用尽一切 努力的去做上天的工 使你自己没有玷污 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指责的地方 有一天你见到神的时候 你是开开心心的见神 你不是害怕害怕的见神 那西伯来书12章14节说 你们要追求以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废圣洁 没有人 人见主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那一个phrase 这个 这段 废圣洁 来 123 废圣洁 没有人 人见主 Without holiness No one will see the Lord 我们生命 那到底什么是圣洁 我们讲圣洁 圣洁 圣洁 到底是什么是圣洁 那简单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 圣洁就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分别出来 什么叫分别出来呢 很简单 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把它分别出来 单单归给神 所以当你讲到圣洁的时候 你这个思考 我的时间 有没有特别的分别出来给神 我的这些才干 有没有单单分别出来给神 上帝祝福我的 这些servant的里面 我有没有把那servant里面的一份 分别出来给神 这个是圣洁 当你想要做分别为圣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圣洁 不是达不到的 圣洁就是你要把该给神的 给神 该属于神的 归还给神 该服侍神的 你服侍神 这个是圣洁 所以你要活出圣洁 就是我们要走神 要我们走的道路 我们要顺服 神要我们顺服的 所以一个考验 只不过 只不过是生命走向圣洁的一个过程 就像上个礼拜 我讲 那一边就是我们有一天要见神 所以这一边就是我刚刚信耶稣 所以我就走在这条圣洁的道路 圣洁的道路 当我在走这圣洁的道路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引用 很多的试探 很多的考验 很多的事情一直来缠绕我 但是在这些残扰我当中的时候 我还持续的来依靠神 直到有一天 我走完我的道路 见到神的时候 我就不害怕 所以保罗说 我该打的仗 我打完了 我该做的事 我做完了 所以当他见到神的时候 他不害怕 最近我们失去的一个非常非常 受人尊敬的牧者 丰厚教会的传扮人 翁乔治牧师 上帝在祂的生命里面 透过祂的生命 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 祝福了许许多多的教会 今天 他走了 但是 他是没有带到遗憾走 他是打完了 他的仗 上帝给他的一项 上帝给他的目的 目标 他已经达到了 虽然今天他走了 但是上帝托给他的事工 都不断的在成长 不断的在扩张 所以我们看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天 上帝要你回到天下的时候 你是开心了吗 还是黯然了吗 还是紧张 这个是我们自的思考 最后 当你经过这些考验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不要害怕 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不要害怕 为什么不要害怕呢 因为上帝给我们 至少有三方面的应许 Promises 那三方面呢 第一 上帝对经过考验的人 试验人的一些应许 第一个应许是什么 就是上帝应许 打就经过考验的人 我就想到呢 每当我分享有关于老鹰的时候 我就研究老鹰的信息 我发现老鹰 这个母鹰有时候蛮残忍的 你知道鹰是住在山崖的 打窝在山崖边 然后呢 这个小鹰刚刚有长了毛 翅膀也长了 各方面也好了 然后呢 这个母鹰 爽爽一下它吃东西 就一脚跟它踢下去 这个小鹰 哇 很紧张啊 差不多要死了 差不多要掉下来 结果你看 小鹰有没有死啊 没有死 为什么没有死呢 母鹰就马上 当它要碰到地的时候 还不会随便 母鹰就 在它还没有碰到地之前 就 又放上去那个窝那边 然后呢 当它又爽爽的时候 吃东西又踢一脚 又给它掉下去 哇 这奇怪 就是这个母鹰这样 而原来 它就是 给这小鹰说 你要自己学飞了 所以每一次 我们生命也是一样 你说上帝呢 就好像 你在窝很舒服 就把你踢一下 让你掉下去 但是你会不会死啊 不会死的 上帝会救你 但是他在救你之前 他要你学会 所以每一次这些小鹰 要掉下去的时候 一次两次之后呢 他就在挣扎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展开 他的翅膀 他就开始学飞了 以后 这个小鹰才会临摆 原来我的妈妈 为什么这么残忍 把我丢下去 原来他要我学飞 当他一展开 他翅膀的时候 他翱翔在天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那个笑容 那个雄壮 那个鹦鹉的那种的姿态 会在天空的时候 他说 哎呦 早知道 叫我妈妈 替我赶快 把我踢下去 多么自由 你看 哇 让我看到 整个天空 让我看到整个世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很多时候 就是这样 在你生命当中 他要把你放在一个 很坚定处境里 让你去考验 让你被火焰 让你被去考 考之后 你会发现 你变成个纯迹 你会发现 哇 原来经过这一次 我学了好多的功课 我学了好多的东西 但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 彼得后书 二章九节说 主知道 达旧净潜能 脱离试探 那这里也是指试验 在某种情况 有时候呢 试探 跟试验 是同一个字 在和和本的翻译 但是 不是每一次是这样 那他说 把不愈的人 留在刑法之下 等到审判的日子 所以我们发现 上帝会拯救你 所以如果你生命当中 面对这困难 不要害怕 但是你也不能够说呢 既然呢 我们对问题 不用紧张啊 上帝会救我 那圣经讲什么 主知道 达旧金钱的人 你爱主吗 你爱主 上帝就救你 万事互相效力 很多人一直会背 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 但是接下来说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你爱神你才可以得到益处 你真的对上帝的国度认真 上帝一定会帮助你 所以不要说 万事互相效力 不是每一个万事 你这个人 上帝所看中的 这是这个人 其实对上帝来讲 很多东西 上帝很快就会拿走的 很快就会祝福你了 但是上帝很多时候 他所看中的 不是那个东西 不是那个物质 不是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 他所看中的 就是整个考验的过程当中 他要你学习到的东西 所以每一次你面对考验的时候 你说上帝你要我学什么 让我知道 当你一知道的时候 你就很快就会经过了 第二 上帝允许保守经过试验的人 启示录三章十节说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 受试验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验 所以我们看到说呢 当你经过这些考验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保守你 保护你 上帝一定会保护你 会保护你 让你会安然的经过 最后 上帝应许是生命的冠冕 已经过试验的人 那生命的冠冕是什么 生命的冠冕 就是有一个字 叫做qualified 喝格了 喝格了 你考过了 考试的 及格了 喝格了 当一个人有得失的冠冕的时候 生命的冠冕 那雅各苏一章十二节说 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 必有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允许给那些 爱他自人的 他又在重复那句话 一起给谁啊 给谁 给那些什么人呢 爱他自人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对上帝的国度是否认真 我们真的是否真的爱死 怎么样知道 上帝必须要透过你 生命当中的种种的环境 透过人 透过环境 透过你成长的过程 来考验 所以每一次当你意见 考验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你学到什么 第二 当你面对这些时候 你的反应如何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 这些都是上帝在考验你的时候 你就不会放弃 因为你知道 我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 我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 所以我是一个 喜欢接受挑战的人 你叫挑战 我要学去挑战 我要挑战我自己 我说有一次将来 我要用马来文讲道 所以我接受这个挑战 所以我现在很努力的 在学马来语 我在很努力的 在学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想 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想逃避吗 还是责怪别人吗 这些都帮不了你的 只要你知道 这些都是上帝在帮助你 教导你 考验你 那你就会说 主啊 我要顺服 所以每一次的考验 都不是上帝 作弄你 其实是上帝 给你机会 让你有机会 来成长 It's an opportunity for you to grow 上帝特别制造一个 让你成长的机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抓住 而每一次的考验 来临的时候 应是你再一次 得夸胜的时刻 每一次的考验来的时候 每一次的试验来的时候 每一次的火的考验来的时候 都应该是你 再一次得夸胜的时候 所以流通物诗 写了两本书 夸胜 他知道每一次 他面对困难的时候 都是神要他夸胜 都是神建造这些事情 让他成为得胜者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的环境 上帝要我们控制 上帝要我们去胜过这一切 跨越这一切 这是跨越的时刻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把我们错误的观念拿掉 对这些考验来的时候 我说 哦 考验来了 考验来了 感谢主 主啊 你再次让我有个机会成长 当你欢欢喜喜 接受这些考验的时候 我告诉你 其实很快就过了 很快就过了 是不是小朋友也是一样 每次考试 哦 考试了 考过了 哦 又有 form 3 很辛苦哦 辛苦 过了 现在又 form 4了 哦 form 5 哦 过了 STPM啊 哦 又过了 现在做工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这些都是暂时 这时候我们 当我们再请我们敬拜团上来的时候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不知道今天在这段时刻 你面对怎么样的考验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其实是神要你经历他得胜的时刻 是上帝要你经历一个进步的时刻 上帝要你经过这一切 所以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因为他要你成为圣洁 他要你更加的成长 他要你更加的成熟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大家站立起来 哈利路亚 开始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开始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感谢扎美你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感谢扎美你 哦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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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我不知道今天你面对什么的困难 但是我很肯定告诉你 是因为上帝爱你 上帝要训练你 他要训练你 上帝要双臂 上帝要让你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成熟 哈利路亚 好不好这时候你花一两分钟的时间 为自己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休息一会儿 拜拜 摩托 马上帝要扶摆 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